台北车站前的中孝西路是公车路线密集的市区主要赶道 那是从1978年起进行机车 到现在就44年了 很多机车族都希望可以尽快开放 台北社交通局今天就宣布了 从12月14号开始 中孝西路的重庆北路跟中山北路段将会开放 晚间11点到隔天的清晨6点 让机车夜间通行 因为考量到白天车流量大 目前只开放夜间时段 让网友是觉得蛮傻眼的 那到底未来是否开放机车在日间通行 北市交工处处长表示 如果大家都是这个平顺的行驶 慢慢的就会有后续开放作为